然後監獄建築師我想這個坑應該今天沒意外的話應該就差不多了 不是今天結束就是下禮拜結束啦 因為基本上已經沒什麼東西可以蓋了 然後我上網找了一下為什麼這個怎麼講 這個犯人啊這個操縱刑犯他為什麼不能關到這種監獄裡面 好像是一個BUG只要有拘禁式的存在他們 怎麼講警衛他就不會把操縱刑犯關到牢房裡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把上面這個牢房稍微改造一下 稍微把上面牢房改造 改造一下然後再 再重新給他 裝修一下 總而言之就是要 讓他想辦法讓他進監獄啊 我真的不懂了 這遊戲都已經出這麼久了怎麼還會有這個BUG 理論上是不應該有這個BUG的 遊戲太久了 還是因為遊戲太久的關係 所以說欠缺那個 那個 欠缺更新嗎 抓BUG的功能之類的 而且我也沒有使用任何的模組呢 沒有MOD也沒有什麼東西 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為什麼 今天要上映陶嗎 如果時間夠的話應該會上映吧 我把最後的 東西弄完 狙擊手啊 現在我的監獄裡面還缺狙擊手 狙擊手 狙擊手是 最缺怎麼樣 最主要缺乏的吧 狙擊手很貴 我把監獄再配置一些狙擊手 配置完之後就可以準備 被 逃啦 所以我準備要把G流 G流房弄走 故事也要等到他們 把我的監獄完善之後再說 然後這個重型牢房的話要先拆掉 就是我要把重型犯 超重型犯專區 完完全全弄好再說 有點吵 拉遠一點 不要那麼近 他的聲音越 他的畫面拉得越近 聲音越越大聲 你就會聽到那個 嘰嘰嘰嘰 一堆人在那邊嘰嘰歪歪 吵得要死 真的是 馬上就死了一個 然後要逃的話我大概不會 直接開啟逃獄模式 我會在監獄裡面做出一些 慘無人道的事情 比如說隨 隨時隨地槍決這個囚犯之類的 讓系統判定吧 他要是讓我關的話就關阿 沒有關就算了 金幣室在哪 在這邊 然後把居留 居留室關起來 居留室取消掉 就不要有居留室了 因為有居留室的話 他就 他不會把 犯人關到 牢房裡面去 本來應該有牢房 但是沒有牢房 先讓他無限期進主 我要先把重刑犯專區再大改一次 這是今天的問題阿 重刑犯專區還不夠 不夠好 我有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來管理這個超重刑犯 有阿 我有穿其拉 而且還有兩隻被我關 怎麼講 灌水泥 關起來 有沒有 這兩隻 超重刑犯 因為 太喜歡破壞東 破壞西 所以說 我直接用水泥牆把它關起來 完全不讓他出來 看他怎麼破壞阿 他非常厲害 會破壞東 破壞西 然後到處亂破壞一通 然後到處亂破壞一通 我直接連門都不要給他 我看他破壞什麼 我看他破壞什麼 然後因為 這個監獄 他現在容納的超 容納的重刑犯太多了 導致這個自然的狀態非常差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一個麻煩阿 沒有 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怎麼講 沒有什麼好講 沒有其他好講的 真的是超級麻煩阿 我把這邊全部移平阿 沒有其他好看 拿到家宿一下 進壁室的話大概 另一個新的進壁室在這邊吧 看一下 拆除建築物他連水管都會拆掉 我不是只是把它地基移屏而已嗎 不要拆我的水管跟電線啊 等一下 等他 然後那幾隻比較難搞傳奇球犯我大概想辦法把槍殺掉吧 等一下我就要把槍殺掉了 用這種最高等的圍牆 然後至於怎麼槍殺呢其實很簡單 我只要讓他去關禁閉 然後關完禁閉之後我在禁閉室的門口 放幾隻 就是我給他設定成無限禁閉 然後在 在禁閉室的門口這邊 我們 部署一些怎麼講 部署 武裝警衛 沒錯 部署武裝警衛 然後關禁閉他們就會鬧事 鬧事的時候他就會打門 等到門被開起來的時候 我開自由射擊了 就把他們打死 就不要 不要留火口 然後門子就死了 對啊為什麼啊 拆除地基為什麼他會 他會連這個電線都拆掉啊 趕快來喔 沒電了 沒有電沒有水 我好久沒開台 有嗎 我不是有開那個 星期四我不是有開 新入國物語嗎 然後昨天沒開是因為 家庭聚會 現在很多錢 我可以用這種超高等的圍牆 這圍牆是雙面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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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顯示雙面的樣子啊 為什麼啊 超高級的圍牆 我們要超高啊 Yii 好 這邊 defenders 燈牆是雙面的 西程 16的話是32,17的話34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設一個門 一秒不見,如隔石丘 這也太嚴重了 最後我們先進閉室 為什麼會有一些 經常好經常好 那些球犯呢 我看一下,那個很麻煩的 超重型犯 有兩隻 被卡住了 無限進閉 無限進閉 失去意識 還有另外一隻呢 怎麼不見了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C在這邊 失去意識 這也在這邊 兩隻都到了 為什麼我的電線到現在都還沒接好 他把電線全部拆了 我不是說不要拆電線了嗎 還是把電線全部拆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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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挖地洞 那邊應該還好 那邊應該還好 還有這個地方 應該還可以啦 那些都是假消息 我把電線拆掉了 超麻煩的 如果要拆的話 拆這兩個吧 沒事拆我電線幹嘛 欸不對喔 該不會是這座牆壁的底下 不能有電線 或是水管之類的東西吧 欸好像是喔 看來不是說他 不是工人 不是因為工人 他拆了我電線 而是 蓋牆壁好像會強制 把電線跟水管拆掉 喔靠 還有這種設定啊 嘖 這樣麻煩欸 等於說這種牆壁可以防止 可以完全杜絕那個 水管 挖地道的問題嗎 就挖地道是挖不穿的 哇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搞不好 然後我可以把所有監獄的 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水管都置換成這個 就算了 算了 既然要 既然要拆就 重新來過吧 全部重新拆掉 這水管全部重新拆掉 死了就讓他死了 我不管他了 超麻煩的 哇 這樣子的話我的鍋爐不能放在外面 我的鍋爐水會 水會 水會進不來 熱水進不來 鍋爐要放在裡面才行 有些什麼 的 鬼 是 我 是 有些鬼 還要 好 等 難怪這種圍牆這麼貴 這種圍牆一平方公尺要兩百塊 跟一般的小圍牆比較起來多少 差多少 差了快七倍 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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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武裝警衛少了四隻 全部被打死了 天啊 太扯太扯了 那我再部署一般警衛好了 先把一般警衛部署過來 太誇張了吧 兩個囚犯就把武裝警衛全部幹掉 這有點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唉算了 不過 如果他們不是這麼強的話 怎麼會叫傳奇勒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超級強 所以說我才 會比較頭疼 要想辦法治他們 就算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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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大啊 7x7 7x7 他打不死耶 我的警衛到死一堆天啊 我的功能只要一到早上之後 他們的作業速度就會變得很慢 因為他們還要去做其他事情 很麻煩 宵夜的麵酸掉了 本來想邊看邊吃 結果剩海底雞罐頭 宵夜的麵酸掉了 到底是放了多久才酸掉 不過天氣最近很熱是真的 隔摺紋了兩隻普通情味 他要是在鬧事我就要開自由射擊了 來不及了 他馬上倒地了 底下就被打倒了 因為他受傷的關係吧 變得很虛弱 然後 我看 擺兩台在這邊好了 今天買的 今天買的話 要看什麼時候買的吧 早上買的話放到這邊 放到現在不酸也很難吧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我真的不喜歡工人 在我命令他們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命令他們做事情的時候 他們跑去做其他事情 覺得 就覺得 不受控制 很煩 我在挖地道 到處在挖 我覺得說 而且有些時候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遊戲的BUG吧 還是說AI沒有寫得很好 我明明已經叫他們去做什麼事情 而且是 下達那種 比如說快速 快速工作的命令吧 就是優先權 把優先權提高 但是他們 唉 很蠢 笨的可以 腦袋不聰明 腦袋不聰明 好 OK 電力終於連上了 晚上工人的作業效率真的真的好很多 沒有水沒有電 水管 唉 我這邊不是有用一根大水管嗎 為什麼 又沒了 等一下我 這種操縱型犯應該也會挖地道才對 要 怎麼用呢 算了 貫通好了 沒有 我沒有 有 不 有 不 怎麼用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玩這種模擬類的遊戲其實 遇到這種狀況真的很煩 欸? 開啟關閉 如果玩家的指示他們AI沒有辦法去接受的話其實真的很麻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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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醫生 幫他治療還要被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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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都要放暑假了 對啊 再過一陣子啊 再過兩三個星期 差不多就是 放暑假的時間了吧 你看 圓丁又 靠腰啦 能不能不要一直休息啊 能不能不要一直休息啊 而且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納悶的是 他們的AI啊 這個問題其實我一開始就有講 他們的AI在寫的時候 沒有說 比如說一個警衛在顧 監視器或一個警衛在顧這個 門禁監視系統的時候 當這個警衛去休息的時候 不會有 其他的警衛替補上去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這個設定非常的奇怪 理論上是不應該這樣 就是 你自己想想看嘛 以正常人的邏輯來說 以正常人的監獄 不要說正常人的 以一般的邏輯來說 警衛應該是要可以替補才對 互相替補 互相cover 互相作業 不然的話你一個警衛負責一個 工作 那這個警衛去休息的時候 又沒有人可以替補的話 那就會造成 短時間的那個空洞 那短時間的空洞 就會讓人家有機可乘啊 像這種監獄這種地方 既然沒有設定什麼 工作 工作表啊 或者是輪班表 都沒有設定 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 這非常不合理 這不要說工作了 上班也是這樣啊 哪有人 那有人說要請假就不用工作了 對不對 那要請假的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工作就不用做了嗎 不可能嗎 這 怎麼可能會有 怎麼可能會設定成這樣 我真的不太明白啊 還是監獄的獄警都是這樣 只是我不知道欸 不只要換保全公司 這不是 這應該不是保全的問題啊 這是遊戲設計者的問題啊 遊戲設計者沒有 沒有一個完整的設定 理論上是要有才對啊 不知道是不是 在寫遊戲的時候 可能 有些困難之類的吧 我不是很清楚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寫 寫這個程式會有點困難 那可能說要安排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 會需要一些更多更複雜的程式碼吧 是不是 呵呵 反正窗戶他們打不破啊 窗戶可以盡量安裝的東西 應該是假的 不過 我鳳凡超熱 我鳳凡超熱 你說你不是鳳凡嗎 呵呵 鳳凡還會怕熱 鳳凡本身就是一個熱體啊 怎麼還會怕熱呢 那我要 連接一下監視器 基本上我已經是給他最高品質的監獄了啦 然後這個部分我要 無限期進竹要結束掉 就是我的新的想法是 把這邊圍成一個室外的區域 然後但是這個牆一樣給他關起來 不要不要給他弄太大 室外的區域 室外區域他們這樣子就可以在休息時間 廣場時間就可以出來 超重刑犯的話 我要給他設定一下政策 日程表 超重刑犯的話大部分都廣場活動吧 全部自由活動 要他們工作也不可能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有足夠的freedom了吧 你不要跟我講說我這樣我都這樣子做了 你還跟我講沒有freedom 沒有自由 不然覺得 我已經算是非常仁慈了 這豪華監獄嗎 對啊 超豪華的 豪華都不行的豪華 又射擊 哇 他把 他把我警衛幹掉了耶 他又幹掉我警衛了 哇靠 這摺损率有點高喔 這個 幹掉一隻普通警衛跟一隻武裝警衛 WTF 太扯了 而且我的武裝警衛沒有把他幹掉欸 我都已經開自由射擊了 他竟然沒有死 他把我武裝警衛的槍搶過去 然後 把我的警衛打死 把我的警衛打死 我竟然是有點糟糕 他在鬧事的時候我都沒有注意到 就沒有開到那個什麼自由射擊模式 反正速度太快了 他還有懲處嗎? 關禁閉 所以說他有刀下去 他在這裡是全部的 還能做到很大 我也不太會 我也不太會 我也很會 我也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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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話我會想把那個傢伙幹掉啊 他就是打不死了沒辦法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要等一下 忍著點啊 到時候就可以 抓好時機幹掉他 而且我這裡都已經 時常在配八隻警衛了 都還是 都還是 還是這樣的狀況 這傢伙可以不要移置他 不要移置他讓他死在那邊 不知道行不行啊 然後我的醫生有12個 但是我的醫生常常會 在那邊 打蠻阿 裝蠻阿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bug耶 這也是沒有設定好 你看有三個醫生在這邊 但是 你看 這邊受傷的警衛這麼多 沒有醫生來這邊醫治 那 這些在幹嘛開除掉好了 看老實 這個失去意識不能開除 這個失去意識的 他都已經失去意識來開除他 真的太太殘忍了 開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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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還 這兩個還在尋 這幾個還呆這個還有用 這個也是沒有用的 開除了 我看一下喔 這附近 嗯 我的醫生在哪裡啊 有個失去意識的醫生 這醫生也不便宜耶 我記得沒錯的話 一天咬一百塊 拚到一隻咬一千塊 這就讓他放著讓他去死好了 他會不會慢慢扣血啊 好像沒有繼續扣血的樣子 然後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又一個囚犯沒有安排到牢房 沒有辦法通往任何餐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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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這裡不是餐廳嗎 還是不能部署啊 還是不能部署啊 超重型販賺區 超重型販賺區 唉 這個設定真的很 真的很煩 一定要這樣設定 它才能成為一個 一個完整的牢房 惡靈古堡血潮 還沒有咧 你要去看 最小尺寸四成四 一二三四 這不是四成四了嗎 三小啊 我說真的這個遊戲齁 玩到後面真的會覺得很Bug太多了 這遊戲齁 啊不是四人四的為什麼啊 這還是什麼狀況啊 為什麼變這樣 嗯 裡面的操縱型販 滿安分的喔 關電檔 好疼啊 好痛啊 非常可惱 也不是有一個空間為什麼沒有把它放進去啊 而且你看沒有醫生要來醫治它 哈哈 它放在那邊不知道會不會死欸 照上一次的狀況來看 好像 好像放久了會掛掉這樣 這死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可以快一點嗎 快點解決它 快點讓它 讓它死的痛快一點 我監獄不知道還有沒有這種超傳奇的囚犯 應該就這四隻了吧 讓你去看到現在 目前看起來就這四隻了 好像有沒有其他 其他傳奇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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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電視機的方向為什麼是這樣? 對 又死一個? 哪裡啊? 什麼都沒看到啊? 為什麼我... 欸? 為什麼這個會有這個模式啊? Bug 然後自從收了那種超傳奇囚犯之後 我的危險等級啊 應該說在收之前 我的危險等級一直都是提升的狀態 就永遠降不下去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把我的規定也寬鬆了啊 就變成一半的狀態了 也沒有說到非常的嚴厲啊 就整個所有任何的條件 任何的狀態都已經下修了 那不工作就是讓你 你就自己去那個... 就不工作我也沒有說... 就關起來 這整個就覺得很奇怪了 到底是哪裡出的問題啊? 不是很清楚啊 到現在我還是... 還是不懂 到底是... 到底缺了什麼東西 這球看永遠就不會安定了 想說算了啦 無所謂啦 反正如果要進逃運模式的話 就隨便啦 到時候如果要進去的話 我跟你們說不講話 剛才有話說的 我氣死破了 電視不能朝上 這個... 有些物件不能轉360度也是很奇怪的 這個也是讓我很... 不太能理解的問題 有些东西可以有些东西不行 马桶位置不要换,马桶一样放在那边 而且有人说,我之前有观众讲说这个游戏看起来好复杂 我觉得灰马会很复杂吗 这是一个模拟监狱的游戏哪里很复杂 还是我玩起来感觉太复杂 应该不是吧 还是这个监狱看起来太大 超级大的监狱,所以说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事实上讲没错啦,如果第一次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观众 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游戏在干什么的观众 确实很复杂,你看看 这种线路网,光看就觉得超级复杂 超级像电路般的 观点我要来检查一下我的其他区域 还有线人吗?线人还在不在啊?线人剩三只 窗摆这边 我要先决定好电视的位置 因为电视它只能朝左或是朝下 这个设定也是烂到一个爆炸 不错在讲 只能朝左或朝下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不太明白 只能朝左或朝下 整体来讲这游戏其实不要开发到大型监狱啦 我觉得开发到大型监狱真的很累 从来没有停过的战斗啊 从来没停过的战争 他们都不会消停的 他们永远就是想要 想要吃子弹 收音机在哪里啊? 收音机勒? 转在那边 收音机就可以360度转了 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设定 奇怪到我不知道该送些什么 而且你看看我的老房都已经这么高级了喔 这个传奇囚犯他也是会闹事情 但是说是游戏设定没有错啦 他就是这样 传奇囚犯很简单啦 他就是来给你增加游戏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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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想说以前以前还想说啊 赶快收个传奇囚犯 来收集一下宝物的感觉 结果收进来的传奇囚犯每一个都 都很GY 都很欠屌欠打 变人家调教啊 电话放这边好不好 电话 嗯 我现在看电话放哪里了 电话放马桶旁边 还是放桌子旁边 马桶旁边好了 马桶旁边 还有什么东西啊 举重板 举重板 这个监狱基本上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 尤其是传奇囚犯的地方 上厕所说可以打电话 边拉边打 别有一番风味 别有一番风情 靠 我的 我的武装警卫 没事啊 我的武装警卫没死啊 结果还是跑到哪里去了 受伤了吗 受伤了没人医治 医治这样子 这边的警卫 这边 我再 酷两个医生 就玩这个游戏 其实玩到后面可以发现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 在这个游戏的监狱 他的医 医务所他只要需要一间就好 他不要 他不能太多间 因为他的医生会全部集中在 同一个 怎么同一间的医疗室 他不会像 简单讲他就是不会那个啊 他不会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医生放在 雇用这个医生的时候是 给他雇用在那个 A医疗室 他就会待在A医疗室里面 他会到处乱跑 就是不受控制啦 就是一样是那句话 不受控制 他不会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去 去放 就很烦 就比如说我想要 医生在某一个地方 但他不会 心理医生还好 心理医生的话 就可以 决定他 到底要去哪里 他就 他就没有那么复杂 这里少个马桶 他等下起来的时候该不会要打人了吧 准备开自由射击 这囚犯是非常反复无常吗 你看看我要开自由射击他要特别的 认分 要了吗要来了吗 暴动了吗 他怎么不暴动啊 Fuck 他想要想要拉死了 没办法拉 你就拉在裤子上吧 自由射击 对 哎哟 没死哎 开了一枪没过 哇靠这叫真屌啊 厉害厉害 开一枪没死 只是失去意识而已 我看下 连锋后在哪 我看你很久不見了 當當當 嗯 醫生彼此 需要心理輔導 外科醫生表示 我任性就是不想給你指定 唉 那我沒辦法 醫生他都不給我指定 那有什麼辦法 環境控制 闢路監視器 那好像可以一次監視 八台的樣子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頭部 鎮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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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進幣 無限棋 給他進竹就好了 這個是反覆無常那個傢伙 非常反覆的話就給他無限進幣啦 不要管他 喔還有一隻咧 其實還有一隻怎麼不見 又在挖地道 其實這個地道應該是假的 挖不出去 因為這種超 怎麼講 超強等級的 圍牆 應該就是挖不穿啦 因為他 他連水管都沒辦法通過的話 那地道理論上也是通不過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我就把 外圍的圍牆全部改成 最高等級的圍牆 這樣的話他們怎麼挖都挖不穿啊 有 棒 呃 規劃房間 只要我的墨浴室 少一間 你看我現在的工人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明明就叫他們來裝蓮蓬頭了 奇怪 他們就是沒有來 80隻耶 80隻工人耶 不知道在幹什麼 休息中 你看看有些工人就是閒在那邊 那邊來幹 啊 真的很煩 你看我叫工人來裝 門 結果一堆的工人不知道在那邊晃什麼 這垃圾場晃來晃去 就覺得超煩的 趕快來裝好不好啊 過了這麼多工人 到底在幹什麼吃的啊 媽的 我要把垃圾場晃去工人全部開除掉啊 煩 碰吧 蛋啊 在那邊 在那邊給我閒置是吧 他拿閒置就開除了 不要管他了 我要當 我要當那個 惡老闆 沒有利用價值 領白薪水的啊 好 工人也要傲嬌一下 欸你在工作耶 傲嬌個屁啊 傲嬌也要等到你完全 完全把工作做完再傲嬌啊 好 他的系統 應該是把 工人然後配到 就是他隨機分配給一個工人去做個作業 但是 他在作業的時候又 有些時候可能會中間遇到一些狀況 他就不會 就作業會延遲很久 就很奇怪 哇 欸 水通不過來為什麼 欸 為什麼會通不過來 我兩台了呢 兩台怎麼沒辦法供應 沒辦法供應到上面去 為什麼啊 波爐兩台沒辦法供應到 熱水到上面去 奇怪 你看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啊 所以說我說這個遊戲其實 它開發這麼久了 它Bug還是很多 沒有抓完 Bug還是一堆啊 還是說遊戲本身其實就太簡陋了 當初沒有設計好 還要再設計很麻煩 對啊你看這麼近的距離 這麼近的距離 水竟然沒辦法通過去了 我在這邊再裝個水管看看好了 看能不能過去了 不能過去就算了啦 讓他洗人水啊 麻煩死了 還要在那邊顧東顧西 做個老半天 反正他們還是會 暴動 Sniper 我應該雇用一些狙擊手了 來守衛他守著 Sniper 狙擊手 狙擊手真的是神貴 一天要500塊 雇一隻狙擊手 你可以雇用 你幾乎可以雇用5個警衛了 那狙擊手的功能 他就只有 防衛那個 進駐這個守衛塔裡面 狙擊 還有一點 我覺得這遊戲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 防衛塔 他沒有顯示 他的手背範圍 就是 你會不知道 你的防備塔到底能 守備多遠的範圍 或是說 就是你沒有範圍的話 我怎麼知道 我到底能 我到底要擺幾個守衛塔 照理來說 應該要顯示才對 還是說明有說 看一下 說明有講嗎 說明沒有講 說明就是說 守衛塔可以讓狙擊手 在高處監視你的囚犯 但是 就這樣沒了 他沒有 他沒有說 可以有多遠的監視距離 所以 守衛範圍都沒有 整體遊戲而言 他缺少了很多東西 看一下 熱水可以到了嗎 你看 熱水還是到不了 還差一根 還有一根水管 沒有安裝 那 然後加到最快了 這個動作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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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到我想渡顧了 你 我在身上找到刀子 其實我應該把這個設的員工專區 它要是顯示說沒辦法通往任何餐廳就算了 反正他們也不會去餐廳用餐吧 還是要誒 真的超級麻煩這個設定 一定要讓他去餐廳用餐 看看我又有個小圍牆圍起來 我一定會贏 我一定會贏 我我其實也會贏 沒有什麼 我會贏 我會贏 你會贏 我會贏 你會贏 等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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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下課師會在星期六伺服器蓋房子嗎 期待我的傑作 這個問題問得真好 應該會吧 基本上我只要有一點靈感 靈感來了就會想去蓋了 我這是不是蓋錯地方了 這裡好像蓋錯地方了 不知道他還是要用鑰匙來開啊 蛤 沒有分配到 有吧 怎麼會沒有分配到 不要騙我了好不好 這個門禁監視 這個門禁系統好像蓋錯了 再觀察一下 再觀察一下 這個門禁系統好像蓋錯了 沒有 沒錯沒錯 差點把他拆掉 這邊還有一隻 有人在破壞安全門 就是傳奇修犯 電腦比較笨 有用到他沒判定 唉 這也是我非常苦惱的問題 快點 我現在錢 我現在錢有兩百萬嘛 我把外圍的圍牆全部改成那種 最高等的圍牆 這應該很貴喔 我的監獄這麼大 要把這個圍牆全部圍起來應該不便宜 我看一下圍到 五萬六千四百元 光圍牆就五萬六千四了 真的是超級貴 五萬六千四就五萬六千四吧 反正 可以防止他們逃跑就好了 不要讓他們逃跑 我現在先不要去思考說 未來我變成 假如要玩什麼逃獄模式的話 會不會太困難 因為我覺得 現在思考那個 不要想太多 而且 如果我把這個圍牆蓋得這麼困難 還可以逃得出去的話 那不就是真的厲害了嗎 要逃獄很簡單啊 在這個遊戲裡面要逃獄很簡單 就一直製造暴動就好了 有瘋狂的讓囚犯暴動 煽動他們 然後讓我的警衛忙不過來 這邊這個 中間這個 驚嘆號應該也是個bug 先存個檔 要重開一下遊戲 有 有 還是有耶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 驚嘆號 不是室內區 嗎 這樣子嗎 也不對啊 為什麼啊 它這個驚嘆號也沒有顯示說 為什麼是驚嘆號 這個遊戲真的是 這個遊戲真的是 bug多多 啊靠我不是已經設定了嗎 奇怪 什麼 為什麼這個還是沒有 沒有被分配到 沒有囚犯被分配到 那邊用餐 沒辦法 全部在關禁閉啊 那送他一碗什麼 泡麵嗎 那吃東西的話 應該是囚犯在吃東西的聲音 好 老房都已經這麼完善了 到底還缺什麼 還缺這個 超 最高等級的圍牆 圍牆圍起來之後 就差不多了 這個老房就完 完整 該有的都有了 最後還要 聘一些Sniper 等一下 再裝一些東西 我裝四個 鋪的守衛塔 我覺得裝在操縱型這邊 好像沒什麼用 根本就不會有這麼多操縱型囚犯 圓弓 Sniper 我聘六隻Sniper 聘六個怎麼講 六個巨禮手 然後把一些沒有用的員工裁切掉 我要把工人 我要把工人 開除掉一些 這麼多工人也沒有用啊 作為速度沒有變快 有些還在那邊打蟒 有些在那邊 不知道在幹什麼 現在應該都有事情做了 現在都在圍圍牆 等圍牆圍好之後 我就要開除一些工人 沒有用 有些人都在 困自燈死 還有醫生 醫生要開除看 那醫生真的是 也是一堆 在那邊怕幫啊 而且我 雇用了這麼多心理醫生 奇怪 這些囚犯到底會不會去利用啊 我的心理醫生雇用這麼多的用意 就是為了說 囚犯會有一些心理諮商的問題 可以去找他們 不然我幹嘛每一個 每一個區域都弄一 弄一隻心理醫生在那邊給他們 對不對 其實 他們都沒有照著我想要的方式去做 我雇用了六個狙擊手 六隻狙擊手 有 哪裡啊 哇 狙擊手好多的是女生喔 欸 狙擊手會在安全室裡面 奇怪 他不是會守在那個 守衛塔裡面嗎 有了 狙擊手到守衛塔上面去了 這個守衛塔還少一隻欸 欸 狙擊手勒 你不要跟我講 狙擊手會輪流上去 看 那個 那真的太爛了 看一下 其他狙擊手在哪裡啊 這邊 一二 沒事沒事 一切都是誤會 欸 還有一座狙擊塔沒有 沒有狙擊手啊 有 有 一隻 兩隻 欸 現在放上去 現在才在蓋啊 傳奇囚犯 要爆動囉 我要開自由射擊了 他等一下就要出來了 Open the door 嗯 嗯 奇怪 他怎麼不出來 啊我不是開門了 他怎麼不出來 欸他不是在打門嗎 奇怪 喔這個啦 開始 哇打不死欸 欸這些傢伙怎麼這麼硬啊 好啦我來看一下我的 我沒有什麼 唉唷 有一隻傳奇欸 非常反覆超級強壯 超級強壯 這個莫名其妙又收到了一隻傳奇囚犯了 這個莫名其妙又收到了一隻傳奇囚犯了 非常強壯 非常強壯 這種山洞子 應該還好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沒事 那一隻傳奇 那一隻傳奇 就是 我還是要玩在這隻傳奇 誰知道 可以滾啦 沒有用 你看然後我現在這個囚犯倒在這邊又沒有醫生來看了 不懂這些醫生到底死哪去了 我發現我今天想要殺這些傳奇囚犯的時候 他們今天就特別的安分 上一次是沒有想要殺他們 就想要把他們關起來 想他們關好好的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那邊鬧事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想要幹掉他們的時候 他們竟然就這樣子這麼的安分 想要幹掉他們的時候竟然就安分起來了 什麼狀況 難道是因為他們感受到那種殺氣了嗎 糟糕糟糕今天要 安分一點 這玩遊戲的這個人 這個傢伙已經有點不耐煩了 已經想要開殺了 所以說他們就變得超級安分 是這樣子嗎 感受到殺氣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那又證明了一件事情 對付這種犯人 就是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怕 要以暴自暴 這才是正確的選擇 暴自暴 因為道理是說給人聽的 跟這些畜生講話 拿錢不做事 對啊很多醫生跟工人都是拿錢不做事的 很多醫生跟工人都是拿錢不做事的 我把一些 因為現在是在裝修這個 現在再重新 在裝這個城牆啊 圍牆的關係 因為他們現在 目前還都有工作 等到圍牆蓋好之後 他們應該就開始閒置了 我大概就要把他們開除掉了 沒有用了 不是 不是我怎麼講 是我什麼 很壞老闆什麼的 而是他們真的沒有用啊 浪費錢了 不是我怎麼講 不是我什麼 很壞老闆什麼的 而且我過了80隻工人 我感覺我的作業效率還是跟 還是跟以前一樣啊 沒有比較快 有些人還會 還會說 叫他們來工作 他們還不來工作 沒用 還要編他們一下 還要拜託一下 拜託啦 來工作一下啦 不要讓我們這麼辛苦 好不好 失去意識的躺在那邊了 今天非常反復的傳奇糾 volte 竟然完全 乾淨下來了 太令我失望了 怎麼可以這麼軟弱 做好的傳奇囚犯 不服輸呢 做好的傳奇囚犯隨時就是要來幹架的 會這樣子呢 46個重型犯 表示我上次是收到滿了吧 重型犯 還可以收到46個重型犯 我還有46個牢房 那這不就表示說 在這期間死了46個重型犯 是嗎 還是有些人被釋放 一樣啦我來看一下 現在 來稍微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比較麻煩的屬性 麻煩的屬性就給他關起來 無限進竹 無限進竹 非常反覆 反覆無常 要無限進竹 超級硬漢 反覆無常 反覆無常 非常反覆 無限進竹 這個牢房檢查完畢 職業打手 這個 進竹 超級硬漢 超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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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反覆 無限進竹 非常反覆 無限進竹 這裡好像已經設定了還蠻完善的 又是一群可憐的囚犯 起床就發現自己無限競竹 趁著晚上在睡覺的時候搞他們一波 讓他們知道現實的殘酷 超級中漢物非常迅速 好像差不多就這樣子了吧 下面的咧 這要進竹 反復無常 OK 好 結束 這裡安全了 這要進竹 勞煉打手 輕刑犯的狀態就好很多 輕刑犯就非常的 屬性很少 不用我一個一個去弄 超麻煩的 這裡還算安全啊 還算安定的狀態 討練打手 硬喊 有 這裡有個煽動者 沒有 沒有乘除到 這裡有個煽動者 沒有 沒有乘除到 可以給他 招募著秘密獻人 就開自由射擊 自由射擊都開下去了 反正 只要暴動就開槍了 所謂了 看能不能開一開開一開槍之後 槍開一開看了不能就進到監牢裡面了 順理成章 進入監牢裡 就變成 就變成我可以 進行陶遇模式 1 2 3 1 2 1 2 3 2 2 3 1 3 1 3 1 2 1 3 2 3 1 3 1 4 1 3 1 3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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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這時候突然變得這麼聰明 又不暴動了 還是說這些 囚犯特別的硬 開槍是打不死的 流血也沒辦法流到死啊 奇怪 開自由射擊模式啦 終於有醫生過來幫忙醫治了 快點 睡覺 想睡覺啦 恩 好 唉唷 我的那些新的重型囚犯都到了 來稍微徵召一下 看一下新的重型囚犯裡面有沒有特別的囚犯 指形犯有些都還沒執行 要放在監獄裡面啦 放給它爛掉 欸今天怎麼這麼安靜啊 天啊 今天監獄裡面真的是超級安靜欸 呵呵 除了 除了 超重型犯稍微 因為超重型犯它是因為設定關係嘛 它就怎麼樣都不安靜啊 它怎麼樣都是 都是很 都是會鬧事情的 這是正常的 但是今天的其他囚犯還 這個囚犯也太安靜了吧 太安穩了吧 他們都不鬧欸 我開自由射擊就不鬧了欸 呵呵 哇靠這群傢伙 我想要開殺的時候他們就不給我殺 不想開殺就給我一直鬧 很會很會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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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風雨前的寧靜 來吧 那我就要等待暴風雨的來臨了 今天晚上好無聊 來儲食一些死刑犯好了 每天晚上就儲食一個 這色名可能性很高 11% 0% 這個應該可以安排掛一掛 事實說我死刑犯要是不儲食 一直給他關在那邊 其實也不錯 一隻死刑犯有2500塊 那你把他幹掉了 就是領一萬塊的補給而已 也沒什麼 一萬塊的話 一天2500 欸是一天2500嗎 還是多少錢 他只有說收到的囚犯是 多少錢 但是他沒有說可以 是一天還是多少 費用2500元 我可不可以說 如果收到這個死刑犯了 我就不把他幹掉 就不要執行 就放在那邊 一隻2500塊 欸其實還蠻賺的 蛤 有人掛了 哪裡啊 我靠 死的是我的警衛 搞屁啊 欸死的是警衛 靠 怎麼搞的啊 是誰啊 這裡 這裡也沒有人被靠啊 這叫是誰啊 前執法人員 前執法人員 還不安分一點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被關禁閉了 禁閉 禁閉 好啦 晚安啊 小鬍子 我要把我的政策全部改回來了 這些政策太輕了 對他們來說 破壞公武 8小時 試圖逃獄 給他改個 48小時 逼他們鬧事 攻擊囚犯8小時 攻擊員工32小時 反正我把 這些政策 這些處罰改低 也沒有用啊 他們還是一樣鬧啊 還是一樣給我鬧的事情 沒什麼 沒什麼意思啊 16小時 謀殺 謀殺給他關個72小時好了 反正才72小時幾天 4、3、12 才3天而已 也沒多少 還好 好不好 你是謀殺 想要謀殺人欸 或是已經殺死人了 再關3天 再禁閉3天 已經爽很多了 很爽了 高防了 高防了 現在都沒人 沒人再用了 這個 這個驚嘆號我始終是看不出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有驚嘆號在那個位置 對 你怎麼會有驚嘆號在那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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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 因為開自由射擊 警衛他會把 武裝警衛會把槍拿在手上 然後看到 看到槍拿在手上之後 這些囚犯原本不會怕的有沒有 原本就是有點像那種小屁孩啊 就是小屁孩嗆警察 讓我想到這個 之前網路有些影片啊 也不是小屁孩嗆警察 就有一些 黑道吧 黑道他會 就是被警察取締啊 他就不爽啊 就在那邊嗆聲啊 然後講說 阿諾阿諾啊 就是 他又沒做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要盤插他之類的 有的沒的 就不服取締 就開始一直在那邊叫囂 然後可能 可能那種 人很多的時候 就是他有 旁邊有很多人的時候 就開始在那邊 群體叫囂 群體在那邊嗆聲啊 然後最後被那個什麼 警察 開槍 就是 對空鳴槍 警告他們 就沒有開槍之前 他們就很 就叫的很大聲 就在那邊 嗆的很大 嗆的很嗆 非常嗆 一直嗆 然後對空鳴槍 開始準備 誒 要開始要拿槍出來囉 啊 槍拿出來 開個幾槍 他們就是哇 說的跟烏龜一樣 說的跟老鼠一樣 每個人就乖乖的啊 果然啊 這個 就跟 所以說這些囚犯 就跟那些地痞流氓 其實是 一丘之和啊 就是 沒兇他們不會怕啊 兇起來 就讓他們爽一下 他們可能還是會想 還是會有點怕吃子彈吧 那我就開著啦 我的那個自由射擊我就開著了 我不要動 我就是要開自由射擊 然後他們 抱怨什麼我也不管了 因為我已經很確定了 我的監獄裡面 能吃 就是食物的攻擊 不會是問題 那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自由度也不是問題 唉唷 有一隻傳奇囚犯耶 好這個叫做煽動者 給他 用刑犯 就都不是問題啊 那既然都不是問題的話 我已經 做到我能做到最好的 狀態 他還是給我一直暴動 一直鬧的話 我也 我已經無法了 已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了 就讓他鬧吧 鬧了就請你吃子彈了 就這麼簡單 不需要跟你什麼 人情關稅 關縮 就不需要關縮 有的沒的啊 要好好待著啊 不要鬧事情啊 想想看你還有很好的未來啊 有的沒的 vm vm 談鬧就打爆了 1、2、3、4、5、1 唉唷今天死了一個呢 回事 又死一個 死誰啊 喔 終於有重刑囚犯鬧事囉 馬上被幹掉 孫爽 有哪一個不怕慶忌的 有阿 這個囚犯還是有些人不怕慶忌阿 至少他的資料上面是寫不怕慶忌阿 唉唷 死了 第二個耶 真是不錯耶 可喜可賀 恭喜發財 一間 兩間 三間 三間 不管怎樣 說來說去還是怕子彈阿 還是 還是怕壞人 對付壞人 就是要 哇靠 怎麼會有囚犯身上有槍阿 太扯了喔 有點扯了 這個他們屬性上面寫說 不會 不會被那個什麼 喔 發生暴動喔 終於來了 哪裡哪裡哪裡 欸 阿 平息了 哪裡阿 不是才發生暴動而已嗎 哪裡阿 我還沒找到哪裡發生暴動就結束了 太快了吧 我們這警衛很有效率喔 瞬間脾氣 把馬桶拆掉了 喔 又來了 喔 又來了 欸 奇怪 為什麼阿 他們 他們沒做事情 為什麼要被開阿 發生什麼事情阿 好像警衛在亂開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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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監獄不用收聲 要阿 他有可能是跑到那個 軍械室裡面偷槍阿 把槍偷了出來 欸 奇怪 這裡明明就有 因為明明就有 地道的警視 為什麼搜尋不到地道 搜這監獄看看 他們全部在抱怨什麼東西阿 對阿 他們全部在抱怨什麼阿 壓力很大 這是壓力的樣子阿 每個壓力都爆表阿 因為我開自由射擊的關係讓他們很有壓力阿 不管阿 我就是要開阿 怎麼樣 這是要讓你們壓力大一點阿 放心阿 人不會因為壓力掛掉阿 不會因為壓力大就死掉阿 有的吃有的睡 然後有自由時間 基本上是不會死阿 只要自己不做死就不會死 繼續讓他們在這個高壓的環境裡面吧 其實這些清刑犯也很可憐阿 這裡一定有地道阿 只是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在哪邊 找到了找到了 剛講完就找到了 就這些清刑犯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阿 他們也沒有暴動阿 他們頂多就是很喜歡挖洞跟桃獄而已 但是他們沒有暴動阿 現在目前清刑犯好像沒有暴動過 會暴動的就是普通犯跟重刑犯 掛了 真爽 又11個 對清刑犯被感壓力阿 莫名其妙阿 這是少到颱風圍阿 明明不甘清刑犯的事情阿 其實如果自由射擊可以再選擇區域自由射擊的話 又更棒了 就是我可以設定某個區域自由射擊阿 有這個設定就更好阿 沒有這個設定的話 我只能開下去就是全部都是自由射擊 有這個設定的話 這時候輕刑犯就表示 媽的真衰 他說秘密不干我的事 為什麼要自由射擊 也不對阿 我輕刑犯專區我沒有配置 配置那個阿 配置武裝警衛阿 對啊 我輕刑犯專區一隻武裝警衛都沒有 他們壓力個屁阿 靠北 我突然想到這一個問題了 我的輕刑犯專區一隻武裝警衛都沒有 他們壓力個鳥阿 我看一下 我記得是一隻都沒有阿 全部都是一般警衛 對 真的全部都是一般警衛 頂多就是帶狗警衛吧 就是警犬而已阿 對阿 他們壓力個屁阿 靠 白癡喔 這群 這群真的起人憂天的傢伙 唉 該怎麼說呢 這個就跟天下本無事 庸人治療治的道理是一樣的 天下本來沒什麼事情 阿 我好害怕阿 我突然想到阿 這個跟那種很怕得病的人一樣 阿 怎麼辦怎麼辦 阿 吃這個會得癌症 阿 不要吃了 阿 呼吸 呼吸會得癌症不要呼吸 喝水會得癌症不要喝水 這個什麼 吃飯會得癌症不要吃飯這樣 然後最後 阿 怎麼辦阿 會不會得病阿 會不會有危險阿 有的沒的 整天在那邊想東想西 想著自己會不會得病 越想越糟糕 不想沒事情 想了就 想到最後還真的生病了 就這樣 全部都自己在腦補阿 腦補到最後就變成真的生病了 天下本無事 庸人治老之阿 衣服太臭了 奇怪 沒有衣服可以讓他換嗎 欸 為什麼阿 我不是已經有請人來洗衣服了 怎麼會沒有衣服配置到他那邊去咧 而且這個衣服的配置應該是 而且這個衣服的配置應該是 欸 為什麼還會配置到這邊來啊 為什麼還會配置到這邊來啊 這是什麼意思啊 那這個配置系統也是 也是配置很爛的 也是配置很爛的 對阿 像這個配置系統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配置 配置他 對阿 你看 都沒辦法配置了 他只能自動配置 它沒辦法 手動配置 它沒辦法 手動配置 阿 只能自動配置阿 沒辦法 手動配置阿 自由射擊模式 好安靜啊 才死八個人而已 能不能再死大一點啊 我就自由射擊模式就繼續開著啦 看他什麼時候會觸犯法網 然後被關進監獄裡面 又要等 這遊戲就是一直等等等 等錢的時候要等 等安裝的時候要等 等犯人進來的時候要等 什麼都要等 暴動了暴動了 哪裡哪裡 古東犯區對不對 開槍了開槍了 死了死了 怎麼才17個 9個9個 10個10個 蛤 10個而已喔 真是不錯耶 死了10隻 爽爽 死了10個 天啊 天啊 我覺得我真的有點暴君模式耶 1 2 3 我看一下這個幾個警衛好了 1 2 3 4 5 6 7 8 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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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部署的武裝警衛有61個部署的點 不過有66隻武裝警衛 理論上應該是夠 死了10個喔 啊真是太可惜了 耶又有錢了喔 又有錢可以賺了喔 再收一些 再收一些那個 犯人進來 我又有錢可以賺了 死了剛剛好 我不是要去摸 你走 不得不得不然 我是不是一跳 我不是每個都要去 你走 我來看 還是要去 我去見面 不可以 我去買 就都要去買 可以耶 我部署一下 我看讓他們工作看看好 好不好 設定一下 看他們會不會自己去洗衣服 那區域都是很自由的 他們要是自己不去洗 我也沒辦法 喔 他們要拿衣服去洗了嗎 喔 沒有 他們是要吃飯的 都是壓力 壓力 壓力 這是壓力的意思嗎 Safe 什麼 Safe Safe Safety Safety 大叔有負責棺材嗎 還是直接給家屬 沒有啊 那有棺材 大叔你也沒有可以賣棺材的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到底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給他們棺材啊 人都死了 火化掉了吧 只剩下一 只剩下一瓮 送他們一個瓮啦 沒有棺材啊 只有瓮 都變骨灰了 我看一下 我查一下那個英文怎麼唸好啦 反正現在也不知道幹嘛 無聊死了 現在就是等他們暴動啊 他們不暴動有辦法 我都開自由射擊了 我都已經做了這麼壞人了 對不對 他們還是不暴動啊 今天超級安靜的 有啦 暴動兩次馬上被停下來了 有啦 暴動兩次馬上被停下來了 Safety Safety是安全性 安全性的意思 喔 對嘛 所以他們感到非常的不安全 他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怎麼辦怎麼辦 槍口都對著我怎麼辦 我是有點同情這些輕刑犯啊 但是這些輕刑犯 在緊張個屁啊 自由射擊沒有一個武裝警衛在輕刑犯專區啊 反而是重刑犯專區沒什麼 沒什麼人有這個壓力 輕刑犯專區壓力超大 爆表啊 你看喔 普通犯專區 這樣子一眼望去 大概 個1 2 3 4 5 只有 只有3 4隻吧 5 6隻 在那邊壓力超大 然後 輕刑犯專區 你看過去一片 幾乎 大概有 沒有8層 大概有7層了吧 就是6 7層的 輕刑犯感受到 神秘受到威脅 但是 7型犯專區 明明就沒有 武裝警衛 他們在感到威脅什麼東西 呵呵 這個設定真的很有趣 這個 有點白癡啊 超智障的 對 重刑犯 進過大場面 不會怕 對啊 重刑犯不怕 就算了 普通犯不怕 就算了 問題是 這個輕刑犯在怕什麼 勒 我沒有 我沒有在他們的那個 輕刑犯專區裡面 配置武裝警衛 再說 再這樣說好了 他們要是不做死 他們也不會死啊 對 安全的很 非常的安全 不會有問題 好不好 他們自己要是 安分手擠的 做著自己的事情 不要鬧事 基本上妥妥的啦 沒什麼問題啦 絕對不會掛掉 你都不做壞事了 我子彈會送到你身上 怎麼可能 對不對 他們還是在抱怨衣服沒有洗 呵呵 不是啦 衣服 衣服我明明就已經有配置好了 為什麼 沒有人來工作 清潔人員 所以說嘛 你看這頂球方 浩斯藍座啊 洗衣間就在這一個 這麼近的地方 對不對 也不是說沒有了 也不是說讓他們 永久禁足 不讓他們去有沒有 洗衣間就在這麼近的地方 我都已經開放給你們 洗衣服了 他連 自己把洗衣服 丟下去都懶 唉唷 被狙擊槍幹掉了 這麼遠喔 這幾個遠啊 1 2 3 4 5 這樣算太慢 等我一下 剛才好像到這個位置都可以 都可以瞄得到 38個距離 保守 保守估計 狙擊槍可以打到38格以外 還蠻遠的 手背範圍很廣喔 因為如果是38的話 他的半徑38的距離 他的直徑就多少 38 大概 76 76 他可以守備76個範圍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保守估計來看 保守估計來看 真的很廣啊 不得了 你可能需要給他們傳送旅台去洗衣服 是喔 那我要不要乾脆 給他們一根棒子 向他們去河邊洗衣服算了 838 這樣狙擊手其實還蠻值錢的 蠻值得投資的喔 38 38 哇 手背範圍真的好大 手背範圍超大的 而且只要試圖逃獄 試圖逃獄的話 他 狙擊手會毫不流行直接開槍 他不會給予任何警告 會直接 開槍打掉這樣子 但是狙擊槍打一槍竟然還是沒死 好可惜 真是令我覺得有點失望 散彈槍跟狙擊槍都打不死 哇這個 人也厲害 好可惜 我真心覺得我不想處死這些死刑犯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他們的罪是什麼罪 這還好 人身傷害 魔殺魔殺 5% 5%可能性 強暴 幹掉你媽的 我這個人最討厭信心犯了 性侵犯必須死 他也5%而已 他也沒什麼 可能性 強暴就得死啦 用下半身思考 我就讓你 讓你回家 讓你變成一 怎麼講 一望骨灰壇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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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啦等一下吧 我今天又死了一個 而且在執行死刑的時候 基本上是完全禁閉的狀態 就是所有的監獄門都要關起來 這一點讓我也不是很了解 為什麼說執行死刑的時候需要全面封鎖 全體封鎖我真的覺得為什麼咧 這個也不太合理 我要幹掉這個死刑犯我還要把所有其他人的門全部關好 是為什麼 這個我也是不是很懂 你要幹掉一個死刑犯頂多帶上4個警衛好不好 給你4個警衛 押犯人到行刑室裡面 行刑室裡面可能點獄長跟 跟執行長跟保安隊長 在那邊 執行一下就結束了 怕像艾斯那樣子還頂上戰爭就對了 我唯一想得到的可能性就是說 哎喲 開槍了 蹦又死一個了 今天死了兩次了 我唯一想得到就是說 會不會在壓死刑犯的時候 然後這個死刑犯被其他的囚犯襲擊 這樣子講 這樣子如果這樣講就說得過去了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子把死刑犯 完全隔開分離成另外一個區域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啦 算了啦遊戲嘛 剛才死了誰啊 該不會死我的警衛吧 我看一下 我的警衛安好無事沒問題 剛剛死了兩隻 不知道要拿兩隻 好嘞 對阿,我覺得自由射擊之後相對反而更安全了 之前的危險等級是一直提升到爆表 它會一直閃一直閃一直閃 表示一直在提升 這個球犯在叫三小阿 35年,謀殺 重人生傷害 不太明白 紅大叔說討厭性侵犯就一直到現在轉圈圈 重新整理吧,不然就換那個 換瀏覽器 有些時候Google Chrome阿,他看會轉圈的話 換那個火壺就有可能可以改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時候會這樣子 但是如果換了還是沒用的話就不要問我 我也沒辦法 這就不是我能決定的事情 就一直轉圈 到底是Twitch的問題呢? 還是什麼問題我也不是很清楚阿 有人順有人順有人盾阿 有人順有人盾阿 有人順有人盾阿 奇怪那5炮不是沒有幹掉了嗎? 怎麼還在我的心裡面呢? 手機APP 那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咧 收訊不良嗎? 訊號不良 因為手機基本上是無線網路嗎? 無線網路的話就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阿 欸 今天也太安全了吧 今天其實說實在的 現在實況到現在也兩個小時了 才暴動兩次 而且兩次的暴動也沒有死很多人阿 才死頂多20個人以內吧 也沒有說到人全部死了一大片這樣子 或是說突然 暴動了 暴動人數突然激增到五六十人 也沒有阿 還沒有像上次這麼嚴重欸 這次今天好安全欸 安全的不得了 要開殺的時候就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殺 不殺的話就是一堆人在擺爛的 不殺的話就是一堆人在擺爛的 那方便是有的 一堆人是有的 那方便是有的 那方便是有的 沿逛我 那方便可以招爛的 一堆人是有的 一堆人呢 很可思的 那方便是有的 面積不會 那方便是有的 嗯 那方便是去小便 三百七跟八百 幾乎是2比1 兩個警衛 一個警衛可以雇兩個犯人 目前我有幾隻超重刑犯 我看一下 超窮犯在這邊 目前有 二、四、六 六隻超重刑犯 六隻 這個牢房先不用 唉唷 又死一個 水 水 水 今天死的球棒還蠻多的 什麼時候要桃獄很期待的說 他就沒有給我設定桃獄啊幹嘛 還要自虐 那現在就沒有暴動啊 要暴動把煽動者放回去應該比較快 是喔 那如果我不放回去的話 表示我管理的很好嗎 表示我管理的非常優良啊 啊 沒辦法通往任何餐廳 屁啦 搞屁喔 怎麼可能會沒有辦法通往任何餐廳 我餐廳都已經設定好了耶 在這邊耶 奇怪 這個遊戲怎麼越bug越來越多啊 搞屁啊 有沒有搞錯啊 他到底是顯示錯誤還是怎樣 這裡不是餐廳喔 這裡不是餐廳喔 靠 AI不要可以可以不要這麼笨嗎 AI 我越來越袖斗啦 今天沒有暴動成功啊 天啊 我看今天的那個監獄建築室在這邊告個段落好了 因為 今天太安全了 然後也兩個小時了 其實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大概就是雇了 雇用這個狙擊手嗎 把守衛塔蓋好了 然後還有把這個外圍圍牆 完全強化過了 那 操縱刑犯專區也做了一番的改造啊 想要幹掉他們都沒辦法幹掉 開了自由射擊 危險程度 不升反降 還降了非常多 之前在這種 在這個時候 危險等級還是超級高啊 至少上禮拜是這樣 然後你看看今天開了自由射擊之後 哇靠啊 每個人乖的跟什麼樣 膽怯的跟老鼠一樣 果然是一群鼠輩 然後如果下禮拜 下禮拜再開 下禮拜預計開最後一次吧 預計開最後一次 然後如果那時候 就下禮拜 就進入桃獄模式了 就把自己關到那個自己的監獄裡面 因為該設的都有了 該有的都有了 該什麼東西都完備了 就這樣子 好啦那 監獄建築師告個段落 然後我先 把監獄建築師關掉 我要玩其他遊戲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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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